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没错 就是螳螂拳 刚才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从我们影片当中所认识的螳螂拳 那到底什么样才是我们真正的螳螂拳呢 螳螂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优秀选手之一 分为南派和北派 螳螂拳源流有序 权力明晰 风格独特 自称体系 它是模仿昆虫 螳螂 所演变的一种武术技术 螳螂拳的特色是手乘三弯 肩膀手肘手腕 攻击时身体昂起 所以进和退一般较快 快 狠 走 霍瑞婷 自幼受家父影响学习武术 19岁拜著名的武士名家 王庆斋先生为师 席练螳螂拳 青瓶剑 断门枪 及其他器械 终生研究螳螂拳线 目前的有关文献的记载 它应该是在明末清初 在云间广泛的传播开来 有这么几大刘瀚 有梅华汤浪拳 有七星汤浪拳 有六合汤浪拳 有少林汤浪拳 也叫同辈汤浪拳 我的老师先后拜了四位老师 最后两位老师 都是螳螂拳的大司机 七星螳螂拳 一脉京福居传至生肖道人 生肖道人传著名螳螂拳家 李之剑 李之剑首传山东福山人 王永春后 再传山东安邱人 王少飞 少林螳螂拳 京福居传至北京 白云贯道长颜外修 颜外修成其一波传至恩善起 后有苍县城东大白头村 杨俊浦 学得全部螳螂拳记忆 再经其弟子孙之浦传起子孙孙文博 作为中国武术的一个重要的拳主 他传入辽宁 传入沈阳 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孙文博先生是螳螂拳大使 他的手指功力是特别突出 米粒大的铁砂一碾就成像面粉状 王少飞先生也是中国武术界一代宗师 他可以一沾手加上他的眼神的震慑力 加上他的手快步伐的快 对方就会倒地了 所以他就有草上飞之称 我的师父黄庆斋先生 先后跟王少飞先生学七星螳螂拳 跟孙文博先生学少林螳螂拳 完整地继承了他们的技艺 七星螳螂拳开始的时候 是在山东烟台青岛这个范畴内传播 后来有的人把它带到了大连 一直到东北三省 他狼拳的手型和别的拳略有不同 比如说他的勾手 三次勾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讲叫鸡如射箭 收如火手 他狼拳讲勾楼踩挂 一二三四 瞬间产生了勾丝裸带 一定是一二三四这么走 起来就走了 瞬间 我踩拿住你 我在用其他的手法 把你的眼睛 把你的喉咙 二龙吐嘘 白虎洗脸 都是往你的脸上 往你要害上打的 在你瞬间 就叫你失去反抗能力 原来我们螳螂拳 有这么多的门道和学问 这看似简单的一招仪式 就是我们在平常练武的时候 也是在锻炼一个人的性格一样 从而使我们武术的文化内涵 也逐渐的渗透了进去 就是在一九八二年 全民都在练习武术的时候 演少林寺的时候 老师在外边 这个 也是作为试阳的一个 著名全种的老师 在传播探浪拳的时候 是由我在那里 在教 练武的一个最深的体会 一定要琴 一个是学习要琴 自己练习要琴 别人练一遍 你可能练五遍 练十遍 练二十遍 八十年代的时候 武术的影响力 还是非常之大 习武的人也非常多 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 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变化 对武术的冲击 确实是很大的 每一个人 都应该是一个纯层 我们有这种责任 把我们的祖先 编创出来的这种 有益于民族健康发展的 这种好的技术 我们有必要传承 对武术作词 一本 也是一本 唐狼拳是我们中国武术流派当中最为古老的拳种之一 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也随之产生了众多的武术门派 在几千年的武术传播当中 这其中隐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 了解更多精彩的武术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下期节目